這個位於女王公園的雕塑叫做愛在雨中 Love in the Rain 從遠處就見到四對用不鏽鋼織成的情侶擔住車 負責設計的溫哥華雕塑家Bruce Voice說 他的靈感來自日本傳說 傘在日本文化中代表愛 而情侶在傘下面扣上一刻有名字的愛情鎖 更加代表愛情只字不如的意思 愛在雨中今後會成為被情侶掛上愛情鎖的指定地點 將鎖掛上之後鎖匙就可以丟進回收桶 溫哥華公園局之後就會拿去回收以免污染環境 這座雕塑號之五萬元 第一對情侶已經在九月五日掛上愛情鎖 而他們亦都在現場定婚 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曾月航報導